呃 大家好 这段视频是要跟大家解说这个 呃 教你在这个DZ的这个 X啊 DZX这个编辑器上添加一个BT的这个 Magnet Link这个磁力连接的按钮 就是这个按钮 然后它的功能就是 可以发表那个BT的那个磁力连接嘛 然后 那个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些连接啊 就是你只要有一串那个Magnet Link的连接 磁联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觉得这个 声音太小是那点最拉到最大 然后 720P啊 然后课案或全部观看 然后 看其他影片可以点一下订阅 因为这一片要下载一个那个档案啊 还有可以要参考一下图文连接 不是图文说明啊 我会把这个这一篇的图文教学的网址贴在这个YouTube的注写这边 大家可以点一下这个注写就到这个图文的教学页面 OK 嗯 这边建议是先看过一下这前一篇啊 就是增加这个 YouTube的这个影片的插入按钮这一篇 哦 要怎么弄弄弄这个YouTube的这个按钮 插入YouTube影片的这个按钮 所以可以在你的论坛的那个帖内显示那个直接显示那个YouTube影片 这样可以缩短这个查看本片的时间 OK 然后副档名要显示出来 然后建议使用Note配文件编辑器啊 它有原色区分 Copy以及修改 比较方便啊 然后这个下载的东西 我会把这个要Copy的文字啊 还有Copy代码 还有那个按钮这个icon的图标 放在一个这个 放在这个里面啊 我已经上传好了在这里 下载后然后Zip解压 这样子 然后就有这些图标 呃 你要用 这个你可以 你要用哪一种当这个编辑器上的图标 就自己选一个啊 这样子 还有当这边的图标 也可以自己自己修改这样子 就是icon图标啊 呃 呃这边 再来就是我前面说的 你就是 上传到这个 那你是要拷贝还是 就是你如果是在本机测试的话 你就拷贝到这个Static 然后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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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还有这个 common 这个 目录下面 不然它会找不到这个iPhone图标 然后 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档 这个 这个 gml 这个要放在根目录下面 这个 这个是 我后面会解说 就是说 这个 就是这个啦 你点了以后 有没有 它会直接调用到根目录下面的这个 这个网页 然后网页会截取这个 后面这一串那个 这个 BT的这个 info 那个 hash 然后 这一个网页会直接抓取这个 然后去 这一边的是你自己添加的 它会自己去 那个 加入 变成那个 一个磁联 然后 会员只要点击这一边这一颗 就可以直接调用 这样子 这个我后面会说明 这样子 OK 然后 这个是放 上传到根目录下面 它就是 它图标 图档 这些图档是要存在这个 static 静态这个image 图片的这个common 这个共用目录的下面 它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 是上传到那个 这个 上传到这个你的论坛的根目录下面 啊 这个 我看一下 静态的这个image 是把这一些 这九个档啊 这个pp 那个 manet 然后1234 这九个档都把它上传 因为你 就是这边这一些啊 因为你到时候 你只要 修改一下那个数字啊 你就可以变更这边的这个 这个图标 还有这边的图标 这样子 ok 再来这个就是后台这里 到这个后台这边 因为我这个要解说啦 所以我用那个 本机的 那个 范图会解说会比较快 想就是做一个测试啊 ok 然后就是这边 就参考前一篇啊 的这个 这一个啊 我就是快速带过这样子啊 因为后面要解说一些东西 要有比较长的时间啊 我就快速带过这边了 然后你就是到这个 编辑 这边 然后你就书 在新增这里 就参考这个图啊 新增这里 输入那个magnet 这样会变成那个 bbcode的标签 的文字就是这个 然后这边输入序号 比如 就是底部 最后的一个数字 然后要掉用的这一颗 是什么标签 就是这一个 提交之后 提交之后 然后在这边 这两个打勾之后 再点详情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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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是 这个时候是要打开这一个啦 用那个 notepay++ 因为它有颜色区分 你才不会扣错 有没有 颜色这一些 再来标签 标签这个 maconet 它是取这边的纸啊 就是这边的这一颗 呃 这边就用小写就好 这样 然后就是这边 这边 这边对应的copy 然后这边有一颗按钮 是你是要 直排显示 还是用 它会自己把你切过 但是不换行 有没有 它这个数字啊 是没有换行的 只是它全部 粘在一起这样子 这样的话就是这些代码 会在 这一个页面显示啊 会比较好查看 这是看个人的啊 那你譬如你 但是它就有一个缺点 就是我前面说 你如果这边不想 就按到你会分不出来啊 有时候你会分不出来 到底是不是在同一行 好这样 它那个有的代码 是你不能这样子 它有的代码 你不能换行 只能一个空白键这样 所以这是你要 在用的时候要 特别注意一下这一个 这样 那一般我们是在copy的话 是不会切这个 避免你 弄错啊 这是看个人啊 就是 这样子 要注意一下 这个是 代表是在同一行 然后这14行 才是换下一行的意思 然后这边点两下 我这边就是快速的做个范例啊 就是 按这边的东西点两下之后 有没有这边 复制 Ctrl A 然后贴上 然后这边的例子这边把它copy过来贴上 解释 copy过来贴上 然后 参数提示 这边copy过来贴上 这样子 然后再来这边 这边都 copy过来贴上 然后这用户组的部分就是 尽量参考前一篇 我有比较多详细的说明 就是那个 允许哪一些用户组可以用这个 这个 这个按钮 就是你按住Ctrl键再点滑鼠左键 不是右键 然后点选这样子 就是点选这一些啊 如果你有用这一些 的话 你就把它点一下 这些用户组可以用 那其他就不能用 其他就不需要 好 就按提交 这样 这样子 啊你就是看一下这个 我这边按F5 它就变成一个 这样子 OK 这样子 就参考一下这个图 这边 好 那么就是在 我这边就说 发帖一下 就是你要去找一下那个 有喊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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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结 好我这边就找那个 动漫花园做个範例 随便找一个範例 随便找一个範例 那我找那个 seed 找seed 那一个 靠 那一个 没有发吗 seed 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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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随便找一个 就是说 它的 加起来的人数比较多 你要测试的话 我找 我一般都是找它的这个来测试啊 它下载的那个 下来的比较多 那一般我们是找 呃 完成数跟下载数要 到达100的会比较好测啊 通常在第一页 好像这个加起来快 300 我就找这一个 然后就是这一颗 这个是16进位的啊 我们就找 先用这个最短的这个 所以一般用这个 一般的 这个10进位的就好了 复制连结 这个是比较短的 它后面没有带4幅 我后面会跟你解说有什么缺点 然后就是这样子啊 按这一颗 好呀 这不应该要关闭 这不能关闭 按这一颗有没有 然后就右键把它贴上 贴上就有了 然后再提交 它这边就代码就出来了 这一般是不会用到 这么长的 就copy过来 11 可以 我现在是用快键 comptr加 ccopy 然后comptr加 v贴上 这样子 一般那个不需要打那么长的那个 主题不需要那么长啊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之后 一般帖子要再附一个图片 别人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你可以自己前后加ng标签了 连结 和网路图片才对 比较 你可以自己加ng标签了 好 好这就发帖就好了 这样子 后面这边就有了 好 这样子 那你就是自己测试一下 后面没有加那个一长串的那个是 就是单纯使用DHT缺点 它那个有的时候会找不到那个种子 还有缺点在 我们这个MeganLink 可 直立研解 我这边有文字说 虽然不需要上传这个.torrent 和种子党这个的方案 这个是蛮方便的 你就不用上 特别上传这个.torrent和种子党 这样子 但是会遇到两个瓶颈 一个瓶颈 就是说你没有带那个追踪者伺服器 单靠DHT缺点 就像这样子 没有后面没有 看一下右 那个 左下这边 它这个是没有含那个 它这一种是没有含那个 后面没有 含那个DHT 就是没有含那个 TRACKER SERVICE 就是追踪的伺服器 单靠DHT缺点这一种的 有时候寻找那个种子 查找那个搜索种子党 或者种子党会查到比较久 有时候卡住 有时候会找不到 它有这个缺点 另一个 另一个是这一种 这一种有什么缺点呢 这一种 就是说它后面有带那个 有没有 它后面是带这个 这个TRACKER SERVICE 但是 那个 发布的人 他根本不太懂 到底哪一些不能 哪一些能用 哪一些不能用 就忽然加一堆 然后就是 根本就是 很多都是 我一看这个都是挂掉的 都是挂掉 能用的很少 有的根本 几乎全部都挂掉 所以它加也等于白加 这样子 这也是会造成 搜索 搜索 查找那个点拖人的组织上 卡到或找不到 啊 所以我现在就是提供了 在这个后面我提供了 这个 其他的替换内容 有三个 你就选一个 选 就 你就是看一下你要用这一种 就是 最基本的 最基本方案就是 在这个 在这个底部 就是只用这个 直接扣笔过来用的这一种 啊 另一个方案就是 用那个 我这边说的这个 就是在那个 跟目录下 加一个这个 GML 这一个 这个方案 啊 我是解说一下这个方案的 用途 我现在把它换过来 这边点两 直接在这个框框点两下 会直接拉长 就是 那个横向会直接 拉长 就点两下就好 滑鼠直接点两下 会拉长 然后贴上 原则上 你 你这样子 一定有可能会不小心弄错 然后这样没有贴好 我这边 一般是建议Ctrl加A 全显之后 Delete按掉清空 在右键贴上 这样子 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 才不会弄错 然后 提交 提交好之后 就这边直接 你要按F5 它才会刷新 那个 缓存的代码 F5的意思 就是这边的刷新的意思 啊 我现在是按快键F5 就刷新 刷新它会变这样子 啊 我现在是讲第二个 这个GL.html 左下看一下这边 我现在点了一下 就产生这一个 它这个是直接抓出这一串 这一串 它直接抓出这一串 这个 这个就是所谓的哈希代码 就是用特征码 就是我们的BT的 这个种子的特征码 抓出来这一个 然后抓出来 它会跟在这一个 有没有 它后面会有一个问号 然后HA点 它就直接把它抓出来 放在这里有没有 看到没 有没有 抓出来这个放到这边以后 然后这边的这一个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 你要自己 找的 这个就是站长 就是各个站长 你要自己打开要新加的 我这边有一串文字说明 然后你站长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一些这个 这个 Track Service 它这个大部分 因为它这个东西 就是说 为什么会 这一些东西 为什么会 都是这样很多 都是挂掉的 后面跟了一堆的一些 根本不能用 因为它这个 是大量的IP 在PIN 伺服器很容易挂掉 大部分都是 三个月半年或一年 就挂掉 你要 至少你这一些 你要每年 自己更换一次 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参考一下 要怎么去找这些 可以用的这一些 我这边有教学文章 你就是参考一下这两篇 然后自己去找一下 这样子 然后这边就是做一个范例 你直接 做一个范例 这样子 然后就参考一下这一篇 然后到这个 我没有办法 这一边没有办法 用那个固定网址 啊 你就是这两个分流 你就自己点一个 然后这边 外语的这一个 因为国外的 比较新啊 就是可以看到一些 比较新的 那个 Track 那个Server 然后一般的 那个 后面的教学 就是教这个站 这个站的网址已经更了 更完七八次了 这几年下 那这个网页 也 也没有办法说 经常在更新的 所以你是要这一些 你自己去找一下 那就是透过这个 这个 VT软体啊 这个站是比较方便 这个站是比较方便一点 因为它这个站 怎样 它的这个 比如 比如 这个绿色 就代表 那个 现在 有在下载的 吸血的数 啊 这一个是完档数 这一个 这个 各十百千万 十万人在下载 不是不是 十万人完成 还有七万人 在下载 这样的意思 那就是 就是 就它这个站是比较方便一点 它是这边可以看到这个 有没有 这一些的 吹 那个追踪者伺服器 哪一些是正常的 那像这个绿 有绿色 蓝色 这个代表正常 后面这两个0的 就代表刮掉 那就是 这边有没有 点这一颗 最后两个不Copy 这边Copy Copy Copy过 因为前面都是好的 因为前面都是好的 那你就自己Copy一下 Copy过 然后去掉控行 因为控行是U-Torrent在用的 要注意一下这边 像我刚才按错 那Ctrl加日记把它回复一下 那个这个是不能有错 你只要中间有错 就没办法用 这样子 然后 要怎么使用 我后面有那个 YouTube的那个 视频解说 就是自己看一下这样 这个暂时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你只要 查看个五六个就可以找到一堆 这样子 这后面也是两个挂掉 就把它Copy过来 是 又跟错 扯准夹加力回复 或者是你按这边的这颗 按这颗 按这颗 讓它拉長一點 這樣子 然後為什麼我中間留一個空白是這樣子用的 我只要選一下有綠色重複的就不要了 像這個重複就刪掉 然後這一串 這邊有重複的刪掉 這個沒有重複留下 重複的刪掉 沒有重複 留下重複刪掉 然後像這個重複的這兩個 重複 因為我這只是範例所以才找兩帖 你再找個五六帖 這樣子自己找一下 大家可以找到蠻多個 然後再重複 重複 像這個沒有重複就直接繼續把它加進來 找個五六個七八個也可以就可以找到 找到一堆 找到一堆之後有沒有我要怎麼加入呢 這邊 注意一下前面有這個問號 因為它這是那個JS的陣列 加Scrib的這個陣列的方式 因為我是用陣列跑回圈的方式 那個自動加這樣 所以你要這邊有沒有 這個雙引號 Ctrl加C copy 然後這邊有沒有 我這邊假設已經找 你這邊已經找了七八帖 不只這一些啊 還可以再找這樣子 像我這找一堆有沒有 然後這邊前面 Ctrl加V這邊 再向這個弄錯 這邊弄一下 然後後面是什麼 後面是這個 這個雙引號加一個逗號 這個的意思 就是說我這邊跟這邊已經是分開了 兩個不同的伺服器 你沒有這個逗號是沒有辦法會錯誤 要注意一下 這樣子 一樣把它扣一過來 那注意一下最後的這個 最後是沒有逗號 最後這個逗號取消 好 好 最後就是這樣子 Copy 你也不用怕弄錯 你這邊不小心弄錯 你這邊還原一下 弄錯 還是你貼錯 你這邊還原 或者是Ctrl加V 快鍵還原 這樣子 那你也可以暫時存個檔記錄一下 好 這這樣子 Copy複製 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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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小心弄錯也沒關係 還原 好 你這邊 你就是這邊選住 然後抵禮盒鍵按掉刪掉 在Ctrl加V貼上 這樣子 注意一下這邊是中括號 這個中國號 然後最後沒有逗號這樣子 好之後就按save 代表save鍵你就儲存 這個gml.hn的意思是說我自己可以更換伺服器 自己更換伺服器 然後別人 你只要貼上這個 那個就是這邊的 然後別人只要點這一顆按鈕 點到你自己找的這個伺服器的按鈕 這邊 我這邊已經換好了有沒有 你就是上傳到你那個dg的那個 的 跟目錄下 跟目錄下我這邊貼上 就一看一下 這邊就直接換掉 這邊就換成你找的 按F5 F5 因為它這個有緩存按F5才更新 就會換成你找的那個 的伺服器 這樣這一些伺服器是代表可以用的 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可以彌補這個瓶頸 就是說這一串的 這個哈希馬再配合你找的伺服器 這樣它就直接添加好 你看一下這邊 這邊就直接換上你的 有沒有 這些伺服器就是你找的有沒有 直接把你換替換掉 替換成你找的 因為這綠色就代表你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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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這個是連接到這個 這兩個部落格的 就是說 這個不一定啦 就這也是很久才更換一次 就直接連到這裡 然後點這邊也是開啟 然後它也是同樣的道理 只是是這個不一定更新啦 就是說還是要靠那個用 你就是有空去弄一下這個 我剛才解說用那個 gmail.htm這個檔 自己換新一下也可以啊 這樣這一顆 就大概每年換一下 就是你這個 戰場就是多學習這一些啊 自己換一下這樣 就可以克服一下這個瓶頸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另外一個備戰啊 就是說 兩個備戰啊 一個是這個戰 一個是這個戰 一個是這個戰連過啊這樣 OK 就是這可以克服一下這個瓶頸 然後再來是 呃 我後面有 後面有解說這個 這個的方案是 呃 有 有原本的 這個 Magnet的瓶領 還有一個是你自己 加上你自己的 自己找的那些可以用的 這種的伺服器 吹殼Service的伺服器 這一個是GM的 的 GML.x 這一個 這一個的 啊這一個 下面這一個是連接到外面的 到這個Poolwork的 這邊的 啊 假設你現在只要 這一個跟後面這兩個 那不要中間的 這一個 那就用這一串 我這邊有寫 一般的瓶領王者配合這個 部落格瓶領生成頁的這一個 那就Copy這個 啊這一個是怎麼來 這個就是去掉 我這邊就是去掉這一個 還有裡面的這一個 是 是你如果對這些但也不太醜 是怕你改錯 所以我後面才用這個 你就直接這邊 Copy Go 複製 那我這邊用個範例 點兩下 Ctrl加A 啊你如果 你這個要怎麼把它拉長呢 橫像是 點兩滑鼠左鍵點兩下 啊你這是要怎麼 怎麼 怎麼拉長就是 不停的Enter 它就是直接放好 左邊的這個有沒有 就直接拉長 但是你這個 你這個要把它按回來 你不要給它多這些Enter 沒有什麼意義啊 就把它弄到最底 就是那個回車 那不是那個回車鍵啊 Fail Space 閃掉把它回到最底 按提交這樣子 好等它自動轉跳 好了之後我這樣 看一下這個 F5刷新之後 就沒那個GML 就是直接用原本的 然後再到那個 這個這個網子 這個部落格 他一樣也是抓這邊的這一串 這樣 啊這個是備戰 另一個部落格備戰 啊這邊也是 這邊的方式是怎樣 這邊的方式是 你可以這邊有沒有 直接這邊去掉 Delete掉 那是這個 這個戰的目的 是要給 這個 譬如是自己找的 這個戰的用法 就是後面有圖文啊 還有加上那個 視頻啊 所以譬如我在這邊找了 這些可以用的 就是貼過來 跑來去啊 就直接貼過來這邊 就可以換上可以用的這個 這一些 這一種的 一般是 一般是不會這樣用啦 一般是建議在這個 就是這 我在那一個 後面圖文 以及視頻 一般就是建議這個 像這個弄錯了 就是 就是自己弄一個 Tracker Service.tsd 然後自己 測試一些可以用的 然後去掉重複的那些啊 然後去掉重複的那些啊 像這 像這一些嘛 然後找個四五個這樣子 像這一個就 就那個 重複到 這兩個也重複到 好 就過來過來 一般是會 有那個 那個 nounce 的那個 後面 尾巴會接那個 乖乖 像這個重複的 就去掉 然後就他就要反例 這裡 他這個是兩個 特殊符號 然後你就把 你多一個這個 多一個那個點 所以沒有辦法偵測 他就是那個特殊符號 就是像這一些的 點啊 什麼的 特殊符號 中間的 因素 那個 選起來 才會 才會反例 喔 像這一看 就三個重複了 留下這個 就是那個 很浪詩 這一些 那這個也重複到 啊這個 這些都沒有重複 啊這個 這些都沒有重複 找一下 check一下有沒有重複 那你就是 我現在範例是找兩個 一般是要找 再找多一些啊 啊 尾巴有00的 那個就是掛掉 這是這個戰士比較好查看啊 啊我後面還有在教一些其他的那個 是比較沒有這麼方便 啊要怎麼測試有效是要透過那個 這個 這個 這個BC啊 那個BC 比特衛星 或者是QBT Torrent 來測試呢 是不是正常的 啊這個 大概三個月半年 或一年 測試一次就可以 就自己找一下就可以了 這樣子 然後就是 五六 你就是查一些五六個 總值檔 大概可以找到蠻多的 然後去掉重複的這一些 你就COVID過啊 這個的用途是在這裡 你可以這邊 貼上 然後換掉這個有沒有 還要直接換掉 換成你早 這樣 然後再點一下這裡 這個是用途是在這裡 給會員換掉 那剛才那個GML.html 那個是暫存替換的 替換這樣子 那個有點功能不太一樣 這樣子 啊再來是第三個方案是 你不要這 這個 不要這兩個 部落的王者 就是換成那個 一般的磁聯 再配合你的 你戰場自己找的 的Triggers追蹤 就是那些可以用的 又有效的那個 追蹤者的話 啊這個頁面怎麼來的 這是從第一個 第一個我把它砍掉這兩個的連結 只留下這個GML的 這個 複製掛 這樣子 quelque darüber 連結得太多了 去把它給訂閱 是要把它給 passion 快封用 跟上 連結多了 提交 跑完 F5 然後就會變成原本的磁聯 然後再配有你自己造的 就這一頁這樣子 是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為什麼要做這一些就是我前面說的 就是可以 稍微克服一下 DHT節點還有一般 那些發布人都是用一些掛掉的那個 追蹤者伺服器啊 大家可以克服一下 稍微克服一下這兩個缺點 這樣子 這是我在這邊寫的這樣 OK 然後那個 GML.HTML因為我不清楚 大家那個根目錄是不是有變掉如果你這個 跟目錄他沒有去抓到的話這邊有沒有 我 我特別把這邊弄出來啊 就是說 這個東西 替換過來 替換到這邊 你可以自己有沒有 把這邊 你可以自己用你的那個網址啊 替換成你的那個網址也是可以 的意思 前面沒有加這個HTTP這一串 你的根目錄他會直接抓這邊了 這樣子啊你如果有抓 有包含前面HTTP的一些 就代表他是直接 掉用他這邊的這個網址 然後後面會加 問號HA等於 然後那個哈星碼 BT的特徵碼 這樣 種子特徵碼 這樣子 就直接抓這一個 我這邊就示範一下意思是一樣 啊如果你那個網址 你弄了這個 點了 開不了你這邊就直接 換成你那個 這邊的這個絕對的路徑 HTTP 這邊的絕對路徑 我這邊換一下 示範一下就知道 就可以了 意思是一樣 貼上 有沒有然後這邊按F5 有沒有這邊 一樣他也是直接抓這邊的 然後這邊舉一個失敗的範例 讓大家區別一下 因為你用成功會看不出來 這邊就按Enter 按一下就 他就拉長了 好這邊 我這邊把它改成D1 我這邊弄個失敗的範例 他就會找不到 因為路徑已經不一樣 這樣 我這邊點一下 他這邊變D1 這樣 這樣子 一般前面是不用加 如果你那個找不到這個 的絕對路徑的話 就用一下 啊你如果不想要用那個 gm.htm 直接掉用那個 部落格的話 那麼就換上這一個 OK OK 繼續 然後這邊按下F5刷新 這兩個 這兩個 如果你是站長你要 各位站長你自己要 修改自己查找 以下的話你要 全部顯示出來的話 就是 第一個方案 就這樣 這邊有三選一啦 這些方案這樣 四選一才對 你要用那個最 最原本之顯示這一種呢 跟全部顯示 還有 原本加布落格 或者是原本加gm.tm 這個 就是 看這樣子 就這樣子 他 會員只要點擊這個扯眼 就會直接 自動開啟那個 必須 就是 你如果BT軟體有關聯的話 就會自動開啟 就會自動去查找這個 中置檔這樣子 OK 看一下有什麼 啊這個 這個你這個 圖標要換有沒有 這個圖標要換在 怎麼換是這邊這個 我有設在這裡 我都設在這個這邊 這個 Style是代表我要 這邊的邊界啊 這個 這個margin 是代表邊界要 上什麼 這個大家自己查一下 然後這一些的 功能啊 然後這邊譬如我要換成 1 要換成跟這邊的 跟這邊按鈕一樣的 跟發貼按鈕一樣的 跟發貼按鈕一樣的 用編輯好了 跟這邊一樣的 你就是這邊這邊換一下 我把這邊去掉 我把這邊去掉 點兩下 有啊這邊我已經把它弄出來了 這個就是最前面這個的 圖標我這邊弄一下 換掉之後 就換了 F F 變成一樣 看你是要用哪一種圖標 這邊就隨便再舉例啊 7好了 就換成圖標 就換成圖標 換掉 按鈕要換 按鈕的這個圖標 在哪裡換 就換在這裡 這一邊嘛 這邊換就好了 我譬如要換 換2好了 提交 F5 不是F5 這一顆 F5 就是刷新的意思啊 換掉 有沒有 看你要用哪一種 這樣子 再示範一下 換回原本的 提交 要注意一下 你這個後面要點 png 裡面要點副長名的話 會找不到 這個就不會顯示了 這樣 還有什麼東西 我看一下 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到這兩個網址去回報 大概就這樣子 他其他的 在這邊的 一些你的 那個 CSS 或者是一些 網頁代碼 你要更改樣式的話 就查一下 相關文章 從這邊修改 這樣 這樣子 OK 然後這一段也是 解釋有點長啊 就是說 呃 就是這樣子啊 大家要用這個 那個按鈕的話 就參考一下 這一段視頻 就謝謝大家 耐心收看 吃完視頻 這樣子 OK 就這樣 來吧 我們來 說 我們來 看 我們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